来到14.3我们会讲一下如何做Differentiation 这一条影片会先介绍Parsal Derivative的idea 下一条影片才会下手去计算 这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分纯的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的情况下 如何做Differentiation 我们会用First Principles,即是这个Limit 去定义我们的Derivative 譬如我想知道是x等于x log的Derivative 你再代入这个意思 计算完之后有个数字给你 那这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在这一点有一个tangent的slope 或者是这一点的race of change 假设我的curve在这里 这一点就是x log fx log 如果你想知道在这一点的tangent的slope 即是蓝色这一条线是多少 你再次找到 又或者你想知道的是 当x移动的时候对y的影响是如何 即是当x移动的时候对y的影响会升了多少呢? 或者跌了多少呢? 都是Derivative告诉你 假设我们现在有两个independent variables z等于fxy 你会画到一个service 就不像刚才那样 只有一条线 假设这个service是这样的 然后我有一点叫做 x log y log 这个表面叫z等于fxy 那一点应该有z座标 我写上去 当然这一点你向x方向移动 或者向y方向移动 z都会变的 即是说 xy变的时候都会影响z 但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想知道 y不要理他 不移动y 只是移动x 究竟意识的影响会如何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想知道 在这一点 沿着x方向的race of change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可以让y不移动呢? 就是设定y为constant 我们设定y为ylog 那一点的y座标 然后把这个function变成fxylog x召集是一个variable 但y已经变成一个constant 所以我们把这个function 由两个independence variables 变成只有一个 我再给个名字叫做g 就是g of x 那你现在想知道的是 当x移动的时候 z移动多少 那我直接点 g便完成了 我要找的是g'x ok 那一个variable 我会做的 我用first principles ok 那我写一个limit 就是gxlog加h -gxlogoverh 将h吹向0 但是我们又知道 gx其实是fxylog 如果 你将x移动xlog加h 你放进去 就是这一块 将x移动xlog 放进去 就是这一块 所以我们的limit 可以用f来写的 如果limit exist的话 我们就定义它为f的parcel derivative 就是with respect to x 它只看当x移动的时候 z变化多少 当然了 向着y的方向 你做类似的东西就可以了 你设置x做constant去做 那为什么你会叫它做parcel呢 因为我们今次只考虑一个方向 就不是两个方向都考虑 所以叫做parcel的derivative 那这里给你一个definition 上面就是parcel derivative with respect to x 下面就是with respect to y 做法都类似 我想说一下rotation 你看到我们不是再写df dx 我们会用了这个for去写 你读的话可以读del 或者有时候我们直接会叫它做parcel f parcel x 那这个就是parcel f parcel y 右下角的subscript 纯粹说回哪一个位置的parcel derivative 你代回那一点进去 这个是图介绍主要metric meaning 你假设绿色的subscript 就是本身z等于fxy那一块面 然后我们的xlok ylok就是蓝色这一点 当xlok xlok ylok就是这一点 我们想知道在这一点的时候 向x方向移动的z变化是什么 那我们刚才怎么做呢 我们会设定y做constant y等于ylok 或者y等于ylok 其实在空间来说 是代表这一块面的 即是粉红色这一块 它和你的service相交 就是蓝色的曲线 这一条曲线 其实正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fxylok 你的gx 所以我们看着这条蓝色线 我们要找回它的tanj 计算是race of change 又或者这样说 你的parcel derivative 计算出来的数值 就是这个slope of tangent 它是沿着x方向画的 这个tanj 相反 如果你想计算 它沿着y方向的race of change 或者slope 那你就计算个x是xlok 做个constant 那便会变成蓝色这条线 然后你计算parcel f parcel y 出来的数值 就是沿着y方向的tanj 它的slope 或者是race of change with respect to y 这个意思 后面有一些notations 因为都很多款写法 我假设 z等于fxy 首先可能你会说 我d它with respect to x 你这个notation见过 parcel f,parcel x 你也可以写f,x z,x都没问题 或者parcel,z,parcel,x都一样 如果你想特别标明 我derivative在哪一个点 那你就加个subscribe 或者你括着在旁边写 如果你说是parcel derivative with respect to y 你把x变成y 就完成了 寫法类似 这里简单介绍了idea 但是当然我们计算的时候 就很少用limits去计算 我们以前都不会 对吧 纯粹用differentiation rules去做 下一条影片会示范几个例子 在哪里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